照本身的女儿球球被男友求婚了 从女方发出的现场照片不难看出 球球穿着一身黑色的公主裙 还化着精致的妆容 一看就是知道经过了精心的打扮 而男方单膝下跪 带着鲜花照片还有钻戒进行表白 在众多好友的见证之下 球球也是答应了对方的求婚 估计很快就要走入婚姻的生活了 其实球球今年才24岁 年纪根本不大 但是对于自己的人生大事 他却看得很开 球球表示称 自己年纪逐渐增大 马上要面临结婚生子的问题 但是他绝对不会找个什么豪能家调 并且还一直表示称 自己就是个农民家的孩子 做什么都要接地气 不要高高在上 中国那么多农民 怎么了 说我们低俗 农民都是低俗吗 你们觉得我不觉得 我爸跟我说 他是从农村出来的 所以我就是农民的孩子 看照片 男人颜值非常高 这也符合球球的择偶标准 那就是长得必须要帅气 至于未来具体的规划 球球也是表示称 自己与男友都已经财务自由了 当然我比他有钱一点 明年未婚夫要去读博士 我要继续读硕士 因为自己是本硕联读 而组建家庭之后 可能直播上要减少很多 毕竟要兼顾学业和家庭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 不管球球本人怎么样 看得出来 他对于自己的人生规划 倒是很清醒的 祝他早日走入婚姻的殿堂吧 当然 估计男方的家世 肯定也不会差了 否则也不会入得上 赵本山的发言